好香喔 這蠻香的 臭死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小小開箱一個東西 三元他很愛吃的 他說他每天都會拿來當早餐吃 而且是單吃的不會配飯 納豆 其實我個人也很愛吃納豆 我覺得超怪的 自從上次三元給我吃以後 我就覺得 我問過他們 他們都超討厭吃納豆 就是不太敢吃 為什麼不敢吃 假如說要逼你吃納豆 跟我我的腳你要去哪一個 讓我先試試看九州的納豆 它裡面打開長這樣 這個有一個醬 等一下是要淋進去的 我最喜歡它堪西了 我很喜歡吃納豆黏黏的感覺 可是台灣人大部分人都不能接受 有志榮倒水的夥伴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講 就跟日本人 很多人不能接受台灣人的臭豆 好像是一樣的感覺 接下來我就快速攪拌它 我覺得很特別 而且它一直攪會越攪越黏 我昨天晚上睡覺前吃了兩個 我今天早上右手其實有點拒不起來 他原來之前跟我說 他都攪到它那個白白的 鋪滿它全部就可以了 我現在越攪它越狗 然後拿起來就這樣 我是不是怪人了 是不是我太怪 後來這樣台灣人都不敢吃納豆 我真的覺得 各位觀眾你們來 你們在體驗一些 你們有沒有體驗過的東西 我剛剛有加一點醬油 所以聞起來 會有一點酒味跟醬油味很香 我要吃吃吃看這個九州的 味道不太一樣 對納豆它發酵的感覺並沒有那麼重 把它偏淡一點 然後因為剛剛有加醬油 所以醬油味道會偏多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耶 真的要配飯 因為我之前我有買幾盒納豆 是直接拌來吃的 可是這一盒沒有那麼適合 就是它的醬油味道會過於重 所以配飯的話可能會剛剛好 我最喜歡就是坎西的感覺 他想知道納豆怎麼做的喔 台灣賣成納豆都沒有這樣的感覺 日本納豆都是偽的飯 我之前有認識幾個日本朋友 他們常常吃納豆的 他們說他們每天常常吃 那剛剛那個是九州的納豆的骨粉 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這個 北海道版本的 它裡面也是一包醬料 喔還有大部分吃的是會有芥末醬 喔喔喔喔喔喔 好加進去了 這個角的觸感跟九州那個不太一樣 比較好攪一點 說不定聞了會覺得喜歡 只是因為它真的很重的醬油味 其實我沒有說會嚇得那麼糟 但是是有點發酵的味道 但是是有點發酵的味道 發酵這個我覺得發酵會有點過重 所以我會偏向於九州那個 因為它醬油跟納豆的味道是平均平均的 然後它比較嗆 可是是因為剛剛有加的瓦砂比的關係 後來我發現我可能是喜歡吃沒有加瓦砂比的部分 可是這個配飯應該剛剛好 好啦 那以上是我們這一次的試吃納豆 假如有同道中人的話 日本賣場買的到的納豆 你們想推薦哪個品牌 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說 之前有來日本的話 我也是會吃這一個 好啦 大家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 在下方留言記得喜歡 中文影片見 掰掰